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吉安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拟推1.23兆援助计划抗通膨支持当地企业和家庭 经营亏损股价暴跌传京东B站和友站大幅裁员 美英将在4月11号举行首次2加2高层会晤 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政府大楼遭飞弹炸出巨洞 州长与官员逃过一劫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市场最新动态 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谈判出现至今最明确进展 美股大涨台股也在电子金融领军下再度启动弹升走势 盘中一度涨近200点 倍股仅化供钢铁股走跌 台积电再度挑战600元整数关卡 不过连发科造外资降频 股价逆势走跌 另外金融股也在地缘政治风险稍降下 由金控股带领类股指数涨近1%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今天即将进入第35天 乌尔谈判传出重大进展 俄罗斯周日宣布为增加互信 俄方将大幅缩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河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周围的军事活动 美方认为这可能只是重新部署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表示 俄方的说法只是想误导大家 英国国防部在每天最新的情报中表示 俄罗斯已经近几乎无法实现包围基辅的军事目标 俄罗斯谈判代表说 当俄乌两国外长操拟一份和平协议时 俄罗斯将同意普丁和泽伦斯基同时举行会面 3月29号 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举行谈判 乌克兰列出了最详细的谈判条件 有意做出妥协 俄罗斯则承诺大幅撤离靠近基辅的军力 当地时间周二 乌俄谈判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近三周来 双方首次的面对面谈判 会上乌克兰代表提出了迄今为止最详细最具体的谈判条件 包括乌克兰今后可以成为一个无结盟无核武的永久中立国 但前提是必须受到类似北约第五条款的安全保证 北约第五条款规定 一旦有成员国被攻击 其他成员国将自动参战 也称为集体防御 另外针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地位问题 无妨要求设立一个长达15年的谈判期 本次谈判斡旋方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这是迄今为止乌俄谈判出现的最显著的进展 不过乌方强调 上述所有谈判条件还有一个大前提 乌克兰方面相信 提出的条件内容足以促成俄乌双方总统的会谈 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对乌方的最新提议 做出回应 不过承诺将大幅减少在基辅 切尔尼哥夫两地的军事行动 为接下来的谈判创造条件 外界注意这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做出重要妥协 而战场上乌克兰正在逐步收回失地 在局部转手围攻 乌军周一宣布 他们已经解放了基辅西北部 20公里处的伊尔平市 在哈尔科夫 乌军称重创俄军第二百独立摩托步兵旅 并击毙该旅上校指挥官 俄军坦克被摧毁或缴获的画面 越来越多的流出 与此同时 俄军对乌克兰城市的轰炸仍在继续 南部州尼古拉耶夫政府大楼 周二被俄军的导弹炸出一个大洞 以至至少造成12人死亡 被视为头号目标的州长 据称当时不在楼里办公 躲过一劫 而传出的影片显示 又一批俄军坦克车队 周二开网被围困的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 当地市长称 目前仍有13万平民被困在城中 没有供暖和电力 期待人道救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周二向丹麦议会发表演说 继续呼吁西方国家 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周二先前守卫乌克兰蛇岛的一名士兵 格里波夫被乌克兰政府授予荣誉寻张 格里波夫在战争刚打响时 与其他18名士兵负责阵守乌克兰南部小岛蛇岛 当时他们拒绝向俄军投降 格里波夫还通过对讲机 痛骂俄国军舰 最早消息说 这19名士兵全部阵亡 但后来证实 他们被俄军俘虏 并拘押在克里米亚 上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换战俘 将这19名士兵换回 俄罗斯乌克兰29号谈判的结果 被视为露出和平的曙光 来看到俄罗斯的最新回应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целях повышения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условий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вед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нечной цели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и подписания вышеуказан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кардинально в разы сократить военную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 Киевском и Чернигов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тому,当然, что только обороняяясь не можно досягнуть успеха тому на мног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проведены наступ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 сейчас территория контрольованной зоны набагато больше набагато больше, чем она была на початах агрессии то есть она у нас не только Киев и Кие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а мы уже вышли на кордоны Черниговской и Житоми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Кие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 俄乌战争持续 这两个国家是独立实体 其中 и基础建设备炸毁 導致的损失占比最高 占了约新台币3兆4246億元 包含全長8000公里的道路 数十座车站和机场在内 都遭到战火波及損毁 来关心台湾本土疫情 今天至少包含台北、新北、基隆、桃源、新竹、高雄、宜蘭、台东 都确定有新个案 并且有不少案例发生在校园 上午新北市长惠友宜受访 针对新北中和公寓群聚案防疫作为 进行说明 那这两个阳性确诊个案 经过疫调 跟洪洞公寓的人 都有所关联 有所接触 所以一切是在稳定当中 我们还有两天 在筛检 所以我也鼓励市民朋友 仿筛永远是我们不变的策略 31次的筛检站都没有策 所以这两天 包括今天晚上 都可以到我们的警服 激动筛检站来筛检 好 侯友宜表示 是两例新确诊的个案 和公寓群聚有地缘关系 而造成公寓群聚的原因 还在调查中 需要厘清 本土疫情持续发展 指挥中心下午2点的例行记者会 将由防疫指挥官陈时中 说明疫情 今天卫福部长陈时中 在立法院受访时 针对这波疫情表示 维持戒慎不恐惧 尽量围堵 相关其他的规划 目前都没有其他的规划 现在证悟疫情嘛 那你现在的一个疫情 我想还是维持我们原来 所谓的接慎不恐惧 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近来虽然有多点启发 我想还尽量把它先围堵住 此外针对台北市长 柯文哲和副市长 黄珊珊都被拍到参加活动 在台上唱歌没戴口罩 陈时中表示 3月1号那时候就公布 唱歌仍然需要戴口罩 是否开罚 由地方卫生局认定 镜头转到中国最大城市上海 常住人口有2400万人 如今在当局严厉管控下 分阶段停摆 不仅出现人道灾难 民怨沸腾 更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焦虑 有上海市民更是集体呼喊 要吃饭 要上班 要知情权 3月29号上海进入封城第二天 这座有2600万人口的城市 封城规模创全球历史记录 他们违反承诺继续封闭 他们实现了违反宪反法律 在中共政权的严厉管控下 这次的封城同样没有民生保障 人们吃饭难 求医难 医疗体系崩溃 小伤犯难以为继 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 人们甚至求告无门 我只能去指定的隔离医院接受治疗 刚好我进来之后 上面下达通知被先冲了 然后我就要添我们的那种状态 我们是普世买东西的拥挤 有这个地方躺得很厉害 就是外界的素颤子来不了状态 现在他们是门关 一项龙放到一顿管制里面 如果管制里面又一项龙凉性啊 上海当局的封城措施 也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焦虑 令投资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感到不安 据美联社报道 麦格里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共的封锁措施加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 而受到冲击最大的将是消费业和房地产市场 另外上海港口和航空港的吞吐量 在全球名列前茅 封城也对全球供应链 以及通货膨胀带来影响 全球最大集装箱运输公司马士基表示 上海的封城将严重损害卡车运输服务 并且增加运输成本 马士基已经对客户发出通知 进出上海的卡车服务减少30% 上海的仓库关闭到周五 新唐人记者雨婷最后报道 苹果公司股价周二连续第11天上涨 创下该公司自2003年来最长连涨记录 苹果29号上涨1.91% 收在178.96美元 直逼今年1月3号创下市值3兆美元的里程碑 美元对卢布周二一度升至 1美元对82.9525卢布 创下2月25号以来的最高水准 虽然之后回吐涨幅 但已经逼近到战前水准 分析指出有两个强大动能支撑卢布 一是俄罗斯将天然气出口 要求用卢布支付 二是俄国出口商被强制 将80%外汇收入兑换为卢布 全球第二大货柜航运公司马士基表示 中国上海实施防疫封城势必会延迟送货 推升运驾上涨 马士基指出进出上海的卡车运输受到严重影响程度 高达30% 封测大厂西平宣布与国立济南国际大学举办产学合作 栽培在地人才 西平为中部地区最大封测场 年营收约1078亿 员工人数达2.3万人 新唐颜特电视整理报道 拜登说现在还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 五角大厦怀疑俄罗斯军队重新部署 另外中国吉教士开影片要抬升改机 意大利舆论怒批霸凌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湾是蓝岛文化的花园地 在这个特殊的天后和水土 孕育出世界独特的牛樟枝 浩风生剂以全球最先进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多项牛樟枝新药开花 我们不会让罕病边岩化 我们专注提供岩花协助 浩风生剂 Championshine PV Panel Structure Instead of Roofing Innovative Design wins international patents Waterproof, Rustproof, Galvanic Corrosion Resistant Past Wind Tunnel Test Sustains Level 17 gusts No corrugated sheet needed Good heat dissipation Saves money and manpower Eliminates heat exhaustion Increases power generation benefits Quick cost recovery for investors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The best choice for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Championshine PV Roofing Structure 阿公教我 用心真诚对待玩物 阿嬷叮嚀我 別忘记吃好的食物 團圓之时 暖心暖胃 熬制幸福的礼物 濃米欲露 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出现进展 美国总统拜登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是否认为战争已经有望走向结束 还是认为俄军在重新部署军力 拜登回应在看到俄军真正的行动之前 会持续保持制裁力度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则认为 俄军目前的行动不像是真正的撤退 而是变换阵地 29号 俄罗斯及乌克兰代表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谈判 是至今取得的最多进展的一次交涉 乌克兰愿意采取中立地位 以换取安全保证 俄罗斯则承诺 在乌国首都基辅和切尔尼哥夫 进交减少军事活动 但这是否意味战争开始有望走向结束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向记者回应 还要持续关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摩洛哥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目前尚未看到俄方认真磨合的迹象 对于俄罗斯是否只是因为遭受重大损失 趁机重振士气重新部署 布林肯认为还无法下结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则表示 过去一天确实有俄军离开基辅周遭阵地 但人数很少 看起来更像是军队的重新部署 而不是撤退 俄罗斯乌克兰最新谈判结果被视为露出和平曙光 台湾涛略测进学会今天举办座谈会就乌俄战争对台湾建构新国防 与会者提出观点 包括结合无人机保全等民间力量达成平转战的储备兵力 国防院专家也分析乌克兰遭入侵俄军采用的手法 也可能发生在台海冲突 俄罗斯是有计划的用这个软硬两手的方式面 软的一手先行 那可是这个软不是说它的怀由或者是什么 而是我这边讲的是说 它是从一个心理作战的一个方式去先执行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对应到台湾的国土防卫的话 当然也是跟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这个统独争议 是不是会被利用来作为这个瓦解我们的这个作战意志有关系 专家也分析乌克兰遭俄军多点入侵 以及认知作战等都是台湾防卫的借禁 尤其共军势力扩展到西太平洋 一旦清台可能同时从台湾东西部发动战争 当前台湾防卫构想是要让敌人夺倒失败 发展不对称战力 同时必须建立足够后备战力 还有自我防卫意志 美国参议院28号通过美国竞争法案 其中包括支持强化台美关系对台湾定期军售 允许台湾人员在美国穿制服以及展示国旗 专家认为过去美方主导的军事演习无法让台湾参与 主要因素之一是台湾军人不得穿着军服 而未来这项法案通过之后 是否有利于台湾加入美国主导的多边军演 仍待观察 这个新法通过之后 确实对于我们的驻美人员 还有我们的驻美军事代表团的人员 还有赴美国参加会议的人员 他们在服装的规定上确实就可以放宽 但以后就比较不会再出现上 在美军所主导会议当中 在一群军装中间 只有我们的代表穿西装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东西能不能够进一步推展到 比如说在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要有待美国行政部门 进一步的做出相关的规定 因为现在美方自己 张国吉教师看影片要抬身改机 意大利舆论怒批霸凌 校方也要调查 另外台湾国发会公布 2050净零排放陆镜图 再生能源达六成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妈 我在家 嘿 等 Micro PM2.5 TVOC 现在你安全 但仍然有Ozone 什么?Ozone? Ozone Ozone的污染比比PM2.5 IPI air purifier UV plus Ozone antibacterial technology filtered by activated carbon no matter the stage maintaining quality consistency no matter the conditions PRO1 Precision gives you invisible protection PRO1 Taiwan's Display Stand TDF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一名中国籍客座教授 在课堂上建议台湾学生 把论文的国籍 從台灣改成中國 隨後跟自己 將這段影片上傳微信 之後影片也在推特曝光 引發外國媒體網路輿論譴責 意大利媒體日報已 如今在意大利不能自稱 台灣人類為題 對事件進行報道 這名教師的影片受到輿論質疑 校方表示會在調查結束後 做相關處置 你的信息裡你寫的是台北 台灣 我想說的是第一 整個歐盟包括意大利 都認為台灣屬於中國 這是一位 意大利米蘭理工大學中國教師 在課堂上對台灣學生 進行所謂的國籍認同交流 請因是課堂報告要求 學生寫下來自的國家和城市 而台灣王同學寫下 台北台灣 我也希望你不要把這個當作 我從老師的角度去霸凌你 對吧 我去欺負你 隨後影片更截圖 秀出王同學的論文國籍 從台灣變成中國 這位中國教師陳真本人 將影片在微信傳送後 影片也迅速在微博推特 傳開過百萬次觀看 引發嘩然 多網友認為 陳真藉由教師的身份 霸凌侵害學生人權 更發起聯署 要求米蘭理工大學調查 台灣駐意大利代表處25號 也致函米蘭理工大學抗議 校長瑞斯塔28號回函表示 已經成立了紀律委員會展開調查 陳真是否符合教師道德及行為準則 義大利兄弟黨參議員馬蘭也在推特轉發影片 認為中國教師對台灣學生再教育 更協下會要求相關部會說明 義大利左派民主黨資深媒體人 前外交部次長威內蒂也呼籲 學校應該暫停這位攻擊欺負台灣學生的老師 星藤也太電視 林宇棠曾馨敏整理報導 國發會公布台灣2050 近零碳排路徑圖揭露未來的階段重要里程碑 包括2025年步興建新燃煤電廠 2030年風力光電累積裝置容量達40GW 2040年電動車電動機車市售比達100% 立憑2050年再生能源發電佔比超過60% 而外界關切推動近零碳排 是不是會造成國內的電力不足 國發會主委龔明星也做出回應 從我們的設計上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留有這個電力成長的空間 其他從其他的國家或機構上來看的話 那這個當然也包括了就是很多的這些 產業跟運具都必須電動化 所以本來就要讓這個電力 有它成長的空間跟餘意 所以我們參考了其他國家 還有我們自己發展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情境的一些規劃 所以設定在差不多每年成長大概 從長期來講2.0 上下0.5的百分比 這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應該是足以企業界 支撐未來的持續的這個 產業發展或成長的一些發展 對於2040年的電動車目標 國發會主委龔明星強調 過程中不會用禁售手段 而是採取補貼等做法促進目標達成 報告指出 2050近零轉型主要計劃到2030年 預算將近9000億元 期待能促進經濟成長 預估將帶動民間投資約4兆元以上 昨天經濟部電價費率審議會首度出現擇期在省的情況 引起社會關注 部分人士憂心在部長電價 不僅台電經營壓力倍增 也可能連帶影響中油氣價的調整空間 對此經濟部長王美花今天受訪指出 電價要等到國際能源情勢明朗再做決議 而國營事業的營運情形也會密切觀察 相關的油價天然氣因為惡物戰爭的關係 波動的非常厲害 往往在一個月之內波動就上下起伏 超過50% 所以應該是在未來的兩三個月之內 就會再去做決定 我們國營事業的相關的這一些的營運的情形 我們也會密切來觀察 那這個部分到時候審議會下一次開會的時候 也會作為一個相關的資料 另外王美花指出政府有很多努力來穩定國內物價 面對國際原物料通膨 政府可以做的一定會來做 再來看到稍早一則遺憾的消息 新北市府消防局今天表示 登山失聯的合碩公司前副總裁蔡敬國 由土城消防分隊11點半巡貨已無生命跡象 目前正將遺體運送下山 蔡敬國上週六獨自前往新北市三峽區滿月園登山 失聯至今已經是第四天 衛生巷護航為沉默發聲 也為烏克蘭民眾祈福 謝謝您的收看我是唐吉安 再會 明年會見 我要吃水果 耶 好棒哦 好 来 小兔子坏掉了 好看吗 我要怎么写 来 妈妈教你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这歌好像是一种武器 怎么会在我这个字里面呢 还原汉字原意 重现历史文化